世界买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l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将我们一起有新的video新的消息 像今天我们及时的新闻 您都会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 OK好我们今天呢 是2021年4月19号 星期一 星期一呢 通常都会有一些新的update 那我查了全澳洲每个州 那今天有一个州 有一个update和新闻 那就是Queensland 所以你对黄金海岸 或者是布里斯本的移民到那边 有兴趣的人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消息应该是 应该一个钟头前才刚出来 所以蛮hot的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OK好 那这个上面一大堆东西 其实最重要 我觉得Queensland的网站还算OK 他直接把news放在homepage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其他州比如说像 New South Wales和Victoria 或者Sales Australia 都还要去按那个news 然后才会跳出来 但是他们好处是他们会发email给我 但Queensland不会 Anyway 反正我每天都update这些东西 我会来跟大家报告 所以记得你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子你才会有最新的消息 才不会miss掉东西 OK那今天发生什么事 就是很紧张 因为现在在这个世界的乱局里面 有些人问说我到底该不该送 该不该递交什么东西 其实我的答案很简单 你有做绝对比没做好 你有放EUI绝对比没放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放你几率肯定是零嘛 对不对 有放还有机会 我今天其实有一个客户 蛮幸运的 他原本我们觉得应该没有机会 因为等很久了 他今年的2月才刚送进去 没想到今天马上就收到invitation 而且不是491还是190了 那congratulation anyway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么lucky 但是呢 当然我身边有客户是not really lucky的 但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 好那这个later news 我一边念一边翻译 然后跟大家讲解一下 所以今天基本上呢 技术移民在昆山的部分又开了 但是开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 从19号到25号 所以呢 这就是我讲了 你技术移民的人呢 你一定要把你的职业鉴定一定要先做好 你很多人在那边犹豫来犹豫去的 你今天这个opportunity一开 你如果没有skill assessment 那就基本上是拜拜了 OK 那当然你的职业到底有没有在清单里面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get ready 因为现在的移民政策已经 尤其是包这个去年的这些乱局下来 其实现在还很乱 所以你看我在周末直播 你会发现啊 真的太乱包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所以呢 移民的人一定要准备的非常非常之齐全 不能在那边大郎郎的躺在那边等人家邀请啦 OK等不到了 OK 所以他这边刚才告诉你说如果你是今年2月1号到7号送的呢 你不要再送一次了 你就在那边等 因为他们会把你pick up 因为之前他们一定会先process前面再去process后面的 然后SBO呢 这个小小额的这个创业的签证类别491还是open 但是我我真不晓得有多少人申请啊 因为说实在他第一呢 他 criteria 是你要在你一定要经营生意在奥 然后昆山的片已经进行生意6个月以上嘛 那去年谁会去创业啊 对不对 那去年创业真的是脑子 Anyway 也许有些人赚到钱 所以我们也不要这么说 Anyway那491的SBO呢 他有一个新的法规 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他要求是什么东西 再跟大家update一下 那190呢 他们基本上不再接受新的申请 不过190他会把之前2月申请的呢 开始做assess 所以呢如果 你之前有放190进去的 像我今天收到邀请的客户就是190 非常非常lucky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要等到 next financial year 什么时候呢 就是今年的7月了 所以很多东西都要移到7月后了 那很很抱歉这个business program 就是投资email部分 他们还没有开还是继续的remainclosed 但是他们并没有说不会开 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于 这个open mind 那我们看这到底会怎么样子 OK business EOI 他们还是在审核之前到2月24号的那些application 那491这部分呢 他们继续一定要是65分以上 就是你至少要个人部分要有50分 那再加上queensland给你 州政府给你的15分要到65分 那你 他们现在只审核这以下的这几个category 第一个是air ambulance 这个 就是做直升机去救难的 我没有遇过这样子的 那他们会为什么有这一个行业 这个职位你怎么说 因为澳洲真的太大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啦 那澳洲其实用着非常之多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 像我在台湾我很少看到 这个医院上面有停机瓶 OK 但是你如果注意看澳洲基本上 医院 就大的医院 都有停机瓶 OK 所以呢他们会去救那些比较遍野地区的 如果有难的人 然后critical medical medical technology 就是生物科技医疗科技 engineering工程类别的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upply chain telecommunications 然后film television production maritime industry agriculture technology food technology ok mining emerging technology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large scale manufacturing 所以基本上就是医疗跟科技 还有工程类别 中间掺杂了突然间跳出一个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我不晓得为什么 anyway 好 好那他以下呢 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occupation类别 就是hospitality 所以餐饮类别的 那当然这个看得出来 澳洲政府应该是计划要把旅游业要开起来 开起来的话 那当然需要更多这些餐饮的人员了 所以第一个是accommodation hospitality manager ensco141999 那他这边要求是你至少 也要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然后包含三个月以上在昆士兰的工作经验 那当然在偏远地区 那所有其实以下的这些餐饮类别职业 都要这个工作经验 对没有错 好像cook cook也有这三年吧 都要了 那 然后以下的这个像 cafe restaurant manager chef 和cook 基本上他们在快餐类别的 就是fast food fast casual restaurant drink establishment 喝喝喝饮料饮料的店 或是只有卖简单的披萨这种店 就take away这种他们是没有办法take的 那有一些咖啡厅 比如说他只有一些简单的三明治 要热三明治 简单的操作 我简单的讲 比如说像subway那样子的 那就不行了 那还是算 算算fast food 那所以他们把它categorize 叫fast casual restaurant 那这样子是不行 应该都要有fine dining 应该这么说 你只要能够做到 有烤烤箱 其实有些fast casual也是有了 牛排 你要做到牛排的话 那就不可 就是OK的 就是OK的 OK 好 那当然这些其他都 这个 餐厅经理 cafe restaurant manager 大厨和cook 都包含在里面 只是说你一定要有三年以上的 post qualification world experience 就是毕业后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再加上有三个月在 坤士兰的工作经验才能操作 所以如果您是这方面的人 make sure 你把赶快把你的EOI 记得 他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要把你的EOI 把它放进去 除了这个以外 你放进去之后 你还要email给他 到migrationatqld.gov.au 在这边 你要写给他 告知他说 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就是简单的brief 不用写的太多 那基本上就要达到以上的这些标准 然后 然后 我们再往下看下去的话 这边就491的一些update 因为491之前 CoinSign有说 4月1号的时候呢 有一些新的要求了 新的要求 第一个就是说 你原本是要求你一定要去 百分之百持有一个生意 然后你要把一个生意买 就是现有的生意买过来 这个现有的生意现在有要求 以前是只要营业一年以后 就可以把它买过来 现在要求两年了 比如说我们有个ABC 商店商铺好了 OK 已经在那边经营一年半 你把它买下来的话 OK 当然OK 可以买 但是你就不能做491的SBO了 这样懂不懂意思吗 你要等他六个月后 六个月就到达两年以后 你才能买 然后还要经 然后再经营六个月 那你买的这个最低的限额 一定要至少开出一张10万块的支票 如果这个Business是卖99999呢 当然你还是可以买 但是你就没有办法达到SBO的要求了 OK 然后这边还有说就是有些commission agent 或leasing agent or franchise home based business 这种就不行 such as courier and cleaning business 所以比如说像 有些在卖房子的一些加盟的房屋仲介 这种就不行 那还有这些一些清洁的公司 以前可以可能现在就不行了 OK 好那投资移民的部分 很多人关心这个部分 那unfortunately他们4月还没有开起来 不知道会不会再开 那他这边主要告知我们的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是132申请人的 你收到邀请后 建议一定要在14天内 因为他们审核事情会比较久 14天内要把他们要求的材料送上去 资料把它attach上去 然后一定要在 他说If you are unable to submit your document By Tuesday 20th April Your application will be closed 20th April就是明天 OK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应该已经邀请到了 如果没有的话就 真的就没办法了 那记得你被邀请完后 一定要在6月30号以前送交到移民局去 因为7月1号就新的法规就出来了 那188审核时间政府审核 州政府审核时间相对比较短 所以呢他可以让你等到 Cull of Day到Friday June 18th 那一样你超过的事情就不行 最后还是一样 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要申请 一定要在6月30号以前把它送出去 不然7月1号就是新的法规了 OK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很快的一个澳洲移民 尤其是在State of Queensland 昆斯蘭州的州政府的邀请制度的一些update 那我不知道您对澳洲留学和移民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澳洲是否应该再更大开放 增加更多配额呢 欢迎您留言给我们 或是你对我们刚刚的内容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或是进行讨论 谢谢您的观赏 拜拜